這支影片呢 我要來吃泡麵的隱藏吃法 我不知道我已經吃了 幾十樣台灣的泡麵的隱藏吃法了 怎麼拍都拍不完 而且每次拍 就會出現一堆觀眾在這邊留言說什麼其實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吃 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加 一堆出來呢 每個人都是廚師嗎 每個人都這麼有創意 拍出來 你以為我是第一次跟你拍片 這是拍出來嗎 網友叫什麼 說這個可以加 觀眾這麼沒品 可是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以往都是那種加熱水然後加東西進去 可是這次主要是要煮比較複雜一點 我也蠻期待的 因為我自己有講過 其實泡麵呢 用煮的比用泡的好吃 因為煮可以做很多客製化的事情 好來一次 所以第一個施法就是統一肉燥麵加番茄醬 所以先把麵煮熟 完成 完成 蠻香的呢 有一種義大利麵的那個番茄豬肉的香氣 其實這個搭配跟組合感覺蠻合理的 然後煮的泡麵真的就是 那個麵熟的樣子跟泡 差好多 我覺得泡麵就是要煮的 試試看味道 好難形容 現在我的心情真的很複雜 我濕到這個的時候 其實完全聯想不到它原本的味道是什麼 都是 番茄的香 那個酸度 那個甜度 都是出自於這個番茄醬 所以它就是純粹是番茄湯的感覺 首先煮的泡麵百分之百的過關 可是那個湯 因為畢竟番茄加進去 就會聯想到那種義大利麵 可是那種番茄豬肉末 味道會偏向真的番茄一點 也偏濃稠一點 可是這個是偏稀的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 又陌生又熟悉的那種感覺 非常喜歡吃番茄 這樣的人絕對會愛 這個是滿漢大餐的麻辣鍋牛肉麵 配阿華甜 還有鮮奶 阿華甜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有時候做那個泰式的滷味 也會加一些什麼格格粉 鮮奶當湯底 夠了吼 這看要多吃 要我多吃 不夠麵 哦 下流的嗎 蛤 怎樣 鮮奶滾了之後 就把醬包加進去對不對 為什麼這支影片我拍的 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感覺 一開始拍這種隱藏吃法會嚇到 現在就覺得 只要不是大便 加進去是多合理的 蠻香的 我們進步了 我們終於有在吃 看起來是可以吃的東西了 選步嗎 我覺得不是選步 點頭個屁 那應該就是 第二點點提那個香 現在全部就像什麼 小便利麻奶鍋 好了差不多了吧 完成了麻辣鍋牛肉麵 湯底是鮮奶 然後加那個阿華甜粉 蠻香的 定式期待隱藏吃法 其實每次都是很甜吃 這難得耶 好吃 首先呢 它那個湯呢 好鹹 一喝下去呢 你的腎就在那邊 救命 太鹹 太鹹 可是很爽耶 吃到這個味道就會覺得 就算明天死了也值得了 首先我是覺得 它的那個牛奶的湯底呢 讓整個麻辣香的味道更圓潤 把那個麻辣的那個銳力磨掉 變成圓滑的 所以吃下去呢 很順口 然後那個湯頭呢 因為是鮮奶的關係 它就會有一種濃稠 綿密 有一種泡芙感 很像那個棉花糖的那種觸感 它又是濃郁版的麻奶鍋 可是阿華甜加下去 我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麼 感受不到它 我可能加太少 可是 我建議台灣人如果要做的話 鮮奶要加多一點 鮮奶的話它會很鹹 而且好吃 這碗很好吃 又特別又保有那個 台灣原本的味道跟樣貌 這個辛拉麵跟美乃滋是什麼意思 而且我們剪的是台灣泡麵 我不是把辛拉麵當作自己的 據我所知 台灣人對辛拉麵的隱藏之法 真的很多耶 所以這是辛拉麵 你要怎麼糟蹋它 你是在哪裡找的 誰啊 我不認識 你不認識那個創作者 創作者 你不認識那個創作者 我現在訂閱數不用搞 就類似把它當餅乾吃啦 很燙耶 你說搞得八分鐘很燙 甚至這臉貼上我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太弱了吧你 蛤 要多少 這個意思是不知道 美乃滋 這樣跟生吃泡麵怎麼區別 你沒有烤熟 烤熟的話會很好吃 因為外面有熟 它有碰到熱 然後就是變焦變脆 所以配這個美乃滋 本來就很搭 就是裡面沒熟 你有沒有在調那個熱度 這才調嗎 沒有嘛 就是沒有嘛 它應該是蠻好吃的 如果它熟的話 這隻法我喜歡 可是我喜歡吃美乃滋 我喜歡吃美乃滋 好吃 泡麵 烤熟的話 脆脆的 配美乃滋的這種獨特的香味 甜甜的 辛拉麵的這個粉 加在一起 它會多了一種辣味出來 可是那個辣味 碰上美乃滋 它就不會那麼有攻擊性 可是重點是要烤熟 你看連這邊 還沒熟 所以它掰開 是不是比較好烤熟 有技術的就可以整塊濕了 有技術性的問題 好可惜啊 說不定我都可以接到 辛拉麵的代言 辛拉麵有這麼隨便 你連生的都可以吃 快點你真的很愛辛拉麵 他就找我 說不定是這樣子 哈哈哈 這個可以做 可是如果你的烤熟沒有那麼好 或者你的技術跟它一樣爛的話 你就是掰開 這個是微粒炸醬麵 些豆腐乳 跟煎鍋粉 醬不要 哦那就什麼麵都可以用了 這個鍋還真不錯 畢竟我業配過它 哈哈哈 你看業配的東西 我真的有在用 而且我業配什麼都可以 連鍋子我都可以業配 好水滾了之後呢 就把麵下去煮 麵熟了 就把麵撈起來 然後醬料不要 要豆腐乳 拌均勻之後 加煎鍋粉 那個煎鍋粉加上去 香氣很像甜點 還有百分之五十趴 像麻醬麵 然後另外的五十趴 是它自己的身份 然後那個豆腐乳 鹹的很適中 我可能加的沒有很多 可是確實有微微的豆腐乳的味道 煎鍋粉加進去呢 它的香味是偏甜的 可是味道撕下去是偏鹹 一撕下去就 哦 居然蠻合理的 因為我們又想過這兩個東西 搭在一起是可以搭 以一個客觀的視角來講的話 它就是過關 以主觀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好 什麼 怎樣咩 蛤 怎樣咩 前面拍得這麼順 現在是怎樣 董衣肉骨茶風味加 乳筍汁 那個觀眾叫什麼 很樂趣 等於它是一輪啊 它是不是 是怎樣把它燙 湯底 正常煮泡麵的流程 等一下把它滾之後 然後打開門 大家都不能離開 唉 我真的興奮不起來 你懂嗎 那些雞排的人啊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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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去吃 給我去下地獄啊 就是啊 呼 不過啊 這協食法 是自己落得想出來的 給我去吃啊 如果沒有人這樣吃的話 給我睡地獄啊 康卡奴一輩子啊 永遠買不了房 哈哈哈哈 泰國可以下鼓嘛 我們都看過嗎 不 那邊說一罐夠不夠 不夠你嗎 可是協食蠻傻的 要再一罐 台灣有這種屍骨的事情 有 哪有 要跟泰國比啊 這種迷信 呵呵呵 很難想像耶 煮熟那個乳筍的水 不會拿去煮湯 不會拿去做任何事情 會丟掉啊 結果你現在把乳筍吃當湯底 因為我好奇 台灣人是 先讓水滾丟醬料再煮麵 還是先煮麵再丟醬料 因為我自己是偏 先把麵煮熟再丟醬料 因為我覺得那樣是 味道會比較重 可是另外一派的人 會覺得先放調味料 那個麵才會吸那個 糖 哈 哈 哦~~~ 现在是怎样 什么实验室 谁要毒害人类 哈哈哈 把调味包进去 我烤现在整间都是芦笋 不会我等一下出去这件衣服都是芦笋汁的味道吧 完成了 直接来喝汤 直接来喝汤 它整碗都是秀钢味 你知道那个生锈的味道吗 请看看 这就是生锈味 觉得怎么样我活太久了吗 谁要毒死我 它的香味是生锈味呢 可是它是甜的 哈哈哈 这味道是超级无体的冲突 这会不会很像那个在玩食物啊 可是我真的有在努力实验哦 说不定有人喜欢 哈哈哈 有种 你们就是自己在街里面拍线动 你们就做 你们就自己吃 到要看看你们的法定是怎样 我要发起一个活动 大家hashtag 要死一起死 哈哈哈 我就不多形容它了 你们有种 试试看 这个是葱烧牛肉 加美乃汁 蒜头跟两个蛋黄 水滚了 把面丢进去 面熟了 就把它捞起来 先把它放一边 我们要弄它的酱 把调味料 倒进去 美乃汁 适量 然后蒜头 然后蛋黄 抖音说 把蒜头 插在自己的纸头上 就可以徒手拿蛋黄 我先试着涂手拿蛋黄 没有蒜头 真的拿不起来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有实验精神 然后就把蒜头 涂在手上 等一下我要出去 手整个都是蒜头味 我个人很喜欢吃蒜头 我也不觉得蒜头是臭的 涂到里面的那个汁 抖音是不是骗人的 不行啊 可是刚刚有一种 快上来的感觉 还是我涂太少 我涂多一点哦 不行啊 那些抖音根本就骗人的 而且我的手都臭掉了 去死吧那些人 还要是边拍很多人 很多人模仿 演得很惊讶 说居然可以根本就不行啊 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们还要再两个蛋黄 哈哈哈 不用蒜头 就可以出来了 一抖音一堆东西都是假的 加了一点成功的水 搅拌均匀之后呢 搅拌均匀之后呢 把酱料倒在面上面 来试试看味道 而且好饿哦 不得不说他蛮可以接受的 首先我觉得蒜头的香 这样配上这个面 然后配上它原本调味的味道 蛮大的 就是有多了一种程式 然后呢 美奶汁我觉得 我可能加太少 因为我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然后蛋黄加上去呢 就会让整碗面变成滑滑的那种 最重要的是它很咸 最喜欢吃重口味的人 应该蛮喜欢的 它的那个蛋黄的生的感觉 还是蛮清楚的 所以怕生的人应该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新拉面结蛋 谁会不知道新拉面可以结蛋 它叫做无水拉面 用一杯水加新拉面 搅拌一个酱包 拿一个蛋不要把它弄散 然后用小火把烧干 今天煮新的面是这样子煮的 为什么要做那种 我平常在煮这种 最旧的事情 难道它就不是新拉面了吗 所以要加水嘛 加一点点水 其实要加水多一点 滚了之后它会收汁啊 因为我每天都在煮这种面啊 我有办法生活 在那个小小的空间 有诶 我就是跟绿干里睡觉三天 哈哈哈哈 然后打一个蛋 然后盖盖子 留个缝 这干嘛特别啊 还点多 哈哈哈哈 我们就浪费时间 在这边就明明知道 接下来的味道会是怎么样 我给它喝鹿笋子 哈哈哈哈 你叫我把它 鹿笋子当汉底 我还愿意等 那是干干的地方 我死了 好期待哦 哇 终于可以吃到 新拉面加蛋了 嗯 浪费我的时间 这支影片吃的所有隐藏吃法的泡面呢 跟以往的不一样 因为以往都是泡 然后加东西进去 可是这次呢是煮 所以有一种料理的过程 第一名呢 我给新拉面加蛋 虽然它很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不列入在我今天的排行榜里面 今天也没什么第一名第二名 今天就是 有可以吃 跟不难吃 跟超级没办法接受的 可以吃的东西 就是 麻辣锅牛肉面 然后把鲜奶当汤底 加那个阿华甜粉 可以吃 喜欢的人绝对会喜欢 没有讲什么废话 反正就是 会有人觉得它好吃 然后其他的 我这边的评价就是 过关 不难吃 就是这个干面 加那个豆腐乳 跟坚果粉 或者肉燥风味的面 加番茄 辛拉面 拿去烤 沾 美乃滋 以及 葱烧牛肉 加蛋黄 加蒜头 加美乃滋 这几个 想要挑战的人 完全可以 不用怕 不会死 最后一个 我死都不会再吃它了 那就是 乳笋汁加肉骨茶 太可怕了 是非你 想不开 可是 我就下 那个 占帖 那些自以为很厉害的台湾观众 你有懂 就试试看这个搭配 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嘴脸 好了 至少拍完 这一集 我还活着 那么所有的观众呢都可以 我喜欢按赞订阅 分享 看起来在我的频道 不知道有视频 是不是有点 因为你就这样做的 看